随着全球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模式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由中卫发展中心和消极会合作推动的《消费觉醒》讲座 3月4号上午10点钟要在丰乐工业区的金龙省纸行文创生活馆来举行 万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前往参加 全球暖化日益严重 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中卫发展中心特别与消极会合作 办理消费觉醒的全台巡回讲座 4号上午10点将在丰乐工业区的金龙省纸行文创生活馆举行 工业化的消费行为在全球化的体系的供应底下 对我们的地球产生了很多不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行为 所以我们中卫发展中心跟消极会 共同来合作倡议消费者的一个觉醒的一个活动 就是针对我们的环境友善公平正义跟在地发展 用我们消费者的消费力来改变生产的模式 让所有的生产模式能够对未来的地球更友善 更环保更永续 我们在3月4号早上10点 会在我们丰乐工业区的金龙省纸行文创工坊 来进行一个台东的消费者倡议的一个沟通会 然后也欢迎台东的乡亲来到这边 一起来跟我们共同倡议消费者觉醒 讲座将针对企业落实永续发展责任生产模式 与营运模式 协助维行生产者与业者生产转型等多项议题 进行交流讨论 主办单位欢迎对消费觉醒等相关议题 有兴趣的民众 踊跃到场参与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